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上两次课,我们讲了HSK5集第99题的一些情况和答题要点。 下面的三节课,我们来讲讲第100题的情况和答题要注意的问题。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100题在试卷上是什么样的。 第100题给出了一张图,要求考生结合这张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 大家看图,左边的这一张是试题,给了一张图,让大家结合这张图来写。 右边的这个是答卷,上节课大家已经看到过了。 大家的答案要写在这个稿纸上。 稿纸是我们中国人用来写文章的专门的用值。 好,下面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这100题有什么特点。 要分析一个事物的特点呢,往往在比较当中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拿100题和第99题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第100题的主要特点。 这两道题有以下三个内在的差别。 首先,两道题的出题和考察的目的不同。 第99题给了五个词语,要求全部用上来写作短文。 主要是考察考生的基本词汇知识和运用词汇的能力。 当然同时也可以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语言水平和综合写作能力。 而100题给的是图片,要求结合这张图片写短文。 这样就完全没有了词语方面的限制。 考生在语言上可以自由发挥。 在内容和文体上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的空间和选择的空间。 而且这道题主要考察的是考生的联想能力、思维深度、语言水平等综合写作能力。 好,我们明确了出题和考察目的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地方诗的进行准备。 在考试的时候也更容易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 第二个不同是这两道题所给的材料有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就决定了考生在答这两道题的时候思路是不一样的。 答第99题的时候,考生一切要从试卷所给的五个词语出发。 根据他们的语意、词性、感情色彩来思考怎么安排短文的内容,怎么用语言来表达。 而答100题的时候,没有了词语的限制。 考生的思路要以所给的这张图片为中心点,从这里出发来进行联想和扩展。 思考短文的内容的安排和语言的运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表现出考生的语言能力和水平, 也比99题更能够表现出考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深度。 第三个差别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还决定了回答这两道题时所所用的表达方式也是会有所不同的。 从样卷来分析,第99题所给的词语更适合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来呈现内容。 而从100题所给的图片来看,既可以用叙述的表达方法来写,也适合用议论或者说明的表达方法来写。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来进行选择。 第四点,还是时间的问题。 这道题的答题时间也应该是15分钟左右。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了,HSK5级第三部分所给的时间是一共是40分钟。 所以建议大家这样来安排,就是用10分钟的时间做第91到98题。 而用15分钟的时间来做99题,和用15分钟的时间来做100题。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是比较合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第100题的评分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也很重要,对我们打好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们看零分,零分就是空白,你什么都没有写。 好,那么下面还是低档分。 低档分,它是这样描述的,内容与图片相关性不大。 内容不连贯,有语法错误,有较多错别字。 这个低档分大概是在10分以下。 好,下面我们看中档分。 中档分是这样描述的,内容与图片相关,切合逻辑,有语法错误。 内容与图片相关,切合逻辑,有少量错别字,篇幅不够。 中档分大概是在11分到20分之间吧。 好,最后我们看高档分。 高档分是这样描述的,内容与图片相关,无错别字,无语法错误。 内容丰富,连贯,切合逻辑。 好,那通过这个评分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五点。 第一点,你写的内容一定要跟所给的图片有相关性。 第二点,语法要正确。 第三点,不能有错别字。 第四点,内容要连贯,而且符合逻辑。 第五点,要写满80字。 这个五个方面是这道题,对这道题来说最重要的。 好,最后我们来看例子。 我们就用考试大纲给的样卷来作为例子,来做一下这道题。 这个例子是请结合这张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图片上有两个女孩,有一个女孩好像在哭,有一个女孩好像在安慰她。 好,我们可以这样来写,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玛丽最近上班迟到了几次,今天老板批评了她,玛丽觉得很委屈。 下班后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抹起了眼泪。 好朋友艾丽莎看到后,赶紧走过来温柔的安慰她,让玛丽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 这是用叙述的方法来写。 那么大家也可以发挥想象力,用议论或者说明的方法来写,也是可以的。 好,这节课就讲到这儿。请大家及时完成后面的作业。 谢谢大家,再见。